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經過一個月的學習第一課 相信大家都很有進步 那我先把第二課的課程呢 放到微信上面 或E-mail給大家 因為第二堂課 有幾位同學 沒有辦法參加 因為有事情 所以我就把上課的內容 錄起來放到 YouTube上面給大家做參考 那第一堂課 我們學了C和弦 和G7和弦 F和弦 我還沒有 在課堂上 怎麼按 但是YouTube上有 大家都花一點時間去學習 那因為F和弦 還是比較難按的 因為它要用 十指 整個把第一格的 六根弦都按起來 然後中指 第三弦的第二格 按起來 然後 無名指 按第五弦的第三格 小指按 第四弦的第四格 所以這有點困難度 剛開始的時候 這支指頭可能不是太有力量 如果是說你 彈的有困難的話 你可以按 把獅子按 這個第一弦第二弦的第一格 那你就是彈的時候 不要彈到最低這個音 這個音 因為我沒有按它 好 希望大家能夠花一點時間練習 因為你把F和弦 按好 克服了這個 困難的一關的話 你就是可能都已經把 比70%的初學者 都還厲害 那我們這個第二格的時候 然後我們多按 多排了幾個和弦 你有空可以去練習 比如說是 Am和弦 Dm和弦 Em和弦 E7和弦 那今天這堂課主要的目的是 教大家怎麼去刷 那個吉他的節奏 如果你翻開第二頁 這有 兩種的吉他的基本的刷法 那我就來示範一下 你可以用 Pick 來幫助你 來刷這個弦 如果是 你沒有留指甲的話 待會我們示範 看看 如果你可以用Pick 來練習刷 或者是說 你用指甲 那用Pick的話 你只要拿得 舒服就好了 你可以用 把Pick 放到 拇指跟 食指之間 不必用很大的力 但是你要 拿得穩 就行了 所以我們第一個節奏 比如說是 C和弦 我們按好了 如果你還不知道 C和弦的話 請回去看第一課的內容 那我們把C和弦按好了 然後 然後第一個 第一拍 我們 從上往下 然後 彈 低音的三弦 一、二、三 一起彈 這是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第四拍 彈高音的三弦 二、三、四 所以我 彈C和弦的話 一、二、三、四 G7和弦 一、二、三、四 C和弦 一、二、三、四 G7 一、二、三、四 好 這是第一個和弦 如果是我們用這個 對不起 這是第一個節奏 如果是說 我們用這個來彈 神真美好的話 那就在講義的第二頁 下面有個神真美好 我們來示範一下 一、二、三、四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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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我真好 好 這就是第一個節奏的說法 非常簡單 那第二個彈法就是 我們有一拍彈兩下 比如說是半拍 然後第二個半拍的時候是往上勾的 就變成是 這樣子連續 我們可以說是 剛才的節奏是 咚 咳 咳 咳 那我們現在要練習的是 咳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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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拉回來 就是你彈的時候 一樣的原則就是 前面半拍是彈低音 後面拉上來的時候是彈高音的三弦 C7和弦 我們現在用第二種刷法來示範一下彈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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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我正好 我們現在把第一個刷法跟第二個刷法來結合起來 就是我們剛才是第一個刷法是 然後第二種刷法是 我們把第一種跟第二種結合起來 可能刷得更富有變化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就是第一拍下去 然後第二拍 三拍 四拍 好 我們開始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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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首詩歌 親愛的朋友 其實就是用這個節奏 好 等一下我們示範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微信給你們了 如果是說你要聽這首歌怎麼唱的話 可以到YouTube上面去 學習怎麼唱 好 我們待會就用示範 怎麼樣用這個節奏 第一種刷法跟第二種刷法的結合 來談這首親愛的朋友 歌本找到親愛的朋友 我們示範一下 不只談前面的八小節 那如果你沒有試歌本的話 那個微信上面 班長已經 照起來給大家了 好 我們可以示範一下 就用這種刷法 怎麼樣去彈這首歌 親愛的朋友 為何在門口徘徊 我贏著夜色歡迎你 好 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裡 謝謝大家